上星期五收市後 美團公佈了業績 先看看大數 經調整後的正虧損是39億元人民幣 略略比市場預期好 有三大業務 先說餐飲外賣 比去年同期比較 是虧轉型的 賺11億元人民幣 投資界最關注的是新業務和其他方面 經營的虧損是按年及按季都有擴大 今次有80億元的虧損 經營利潤率有一個負值 就是負81.6% 這80億的虧損 新業務的80億的虧損 蠶食了餐飲 另一個賺錢的業務就是 豆店、酒店和旅遊的盈利 其實這份業績 你先看看大數 你收不收貨 我想大部份市場人士都會收貨 新業務的虧損 甚至乎是虧損的金額 其實都是市場預期的範圍之內 反而在收入層面來說 在幾個大業務 外賣、酒店、旅遊 和新業務方面的收入增長 其實都比市場預期好一點 之前也在說今年 很多對這類型的新經濟股 其實他們今年的重心 不是在營利方面 其實都說了很多次 反而是來自收入擴張 其實就是搶佔市佔率 大家斗銷錢 盡快搶市場 希望獨白一方之後 以後慢慢賺回來的錢 所以預期今年的美團 至少市場預期今年不會賺錢的 因為新業務的虧損贏 還有它本身外賣業務方面 它來自一些成本的調整 最主要是外賣車手的福利 成本、分帳 可能都會因為國家的壓力 可能都會慢慢改善 當然市場有些壓力給它 以往我們的車手 代表太差 或罷工事件出現過 這方面可能成本的上升 都會繼續在這裏 所以我想美團今年 如果單看盈利 我覺得你就沒有太多期望了 但問題是你買得到美團的人 我覺得不會純純看盈利 如果是這樣 當初虧錢的時候 你不買它到現在 你會變成你虧錢 所以我覺得反過來 如果純粹看收入增長 或者它的發展規策略 業績是收貨的 亦都覺得基本上可能 應該是比市場預期好一點 在收入增長方面 但是我覺得跟進來多貴 是不是很樂觀 是不是很貼 一定不是 始終歸根偶底 你的股票是虧巨額及金款的話 其實也不會令股價一致自然地上升 當然 扭規圍形前的階段是最厲害的 但現在問題是 暫時至少今年也等不到 這個扭規圍的跡象出現 所以你買也不用心急 把股票進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 股價的短期動力不會太強